其实我那个老三 我最小的小孩 儿子很重 但是他必须要我爸 那其实我上下 我左边 常常都是歪的 然后很疼的 张伯芝与谢霆锋离婚后 谢霆锋不过儿子感受 选择与初恋女友王妃复合 好日子重新开始 而张伯芝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因找平的事情 他名声大跌 顺便的人也用一样的眼神看他 就算每天一泪洗面 也还是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尊重 为此张伯芝把忠心放到了儿子身上 即使他成为网友妈妈的对象 但他绝不会让儿子受到一点伤害 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 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 将自己变成一个好妈妈 而他也从一个娇弱的女子 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一时间也是很让人心疼 想必也是因为多年来 每天为这孩子转 张伯芝已经很久没感受到男人的爱了 为此在2018年 他与新男友诞下义子 然而生下孩子后 孩子的爸爸并未现身 如此也是让张伯芝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感情 为此选择让孩子跟自己信 那么看完你觉得张伯芝伟大吗 欢迎留言评论